少使化的社会 大家越来越重视亲子休闲 考量到许多家长 想要有个安全的游乐场域 有业者在百货商场打造 200平大的室内乐园 引进人工沙池 球池区等多样化的设施 甚至也结合时下最夯的VR科技 CP值相当的高 同时也希望 从玩乐中训练幼儿的全身肌群 业者还推出独家的小型体操班 刺激幼儿发育 戴上VR演技 小小朋友进入到太空世界游玩 不过换到了另一边 进入到小型沙池 在室内也能够玩沙堆成宝 但如果觉得玩不够 还可以到数万颗组成的 大球池挑战一下 气动类的东西会多一点点 那就是说对小朋友的发展来讲 他基本上玩中 他就会有一些学习 他有一些刺激有帮助 风车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宣传为目的 对应到的感觉同学上面在常在讲的 就是所谓的潜艇刺激 他们之前就是夏天都很怕热 然后就洗完了室内吹冷气 手指化影响下 亲自的商机越来越大 而加上许多家长又不愿在外风吹日晒陪小孩 一折抢进高租金的百货商场内 打造了200平大的室内乐园 而在安全防护上也做出了准备 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气场 是个无睹的证明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对于转角 对于该有角的地方 我们都会安全性的包袱 那对于我们现场的服务人员 对教育训练上对于安全教育为第一 来着不只是让小朋友玩得开心 也希望从中来刺激他们的成长 体操国手出身的老板 就另辟了这一处小型体操班 将器材迷你画要带着孩子们来闯关 前后翻滚针对的是紧步张力 而平衡目是训练脚踝的稳定度 我们基本上是五大项目 地板 单纲 躺床 屏幕跟跳翔 那基本上50分钟的课程 小朋友上下来 运动要基本上都很足够 对那家长对于说我们常常讲 我们上完回家 很容易就睡着了 在这里犹如看到了小小体操群 从玩乐导入系统性的训练 无形中是启发孩童的感官刺激 也能消耗孩子的充沛体力 看来这室内亲子商机将成为新趋势 去这里讲台中采访到 好 谢谢大家